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热巴萧起轻壤聚照曝光 战损造型好萨 男主女二演技不足 在大部分人眼中 美丽就是迪丽热巴的名词 明明拥有一张是亮行胸的脸 但他在职业规划方面总有自己的见解 从现象及热播古偶 三生三世系列到职业题材剧公诉 他一步一步向前走着 致力于让自己塑造的角色与人气相匹配 从近期形成来看 迪丽热巴除了参与综艺节目的录制外 就是在萧起轻壤剧组拍戏 这部作品从官宣开机以来拍摄的时间不算短 除了偶尔流出的路透照外 剧方格外高冷 也许是作品的拍摄接近尾声 剧方终于在社交平台更新了角色剧照 剧照中迪丽热巴的拳击变战笋 造型倔强感十足 虽然满脸伤痕却没有折损那份经验 整个人就像怒放在原野上的玫瑰 散发着无尽的生命力 和片场随拍照中清冷经验的感觉 也反差极大 已经开始期待她的新角色了 在之前流出的路透照中 迪丽热巴饰演的灭酒罗自带清冷感 让人眼前一亮 但是除了姐姐本身 敬畏天人的美貌外 造型和服装都不算出彩 完全就是女明星日常出街的随意舒展 但也有人觉得热巴在新剧中的某些造型 梦回克拉恋人的高文 只是比当初少了些活泼 萧启清壤这部作品 改编自《尾鱼》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隐秘的民间异能 组织南山猎人中风刀灭酒罗 迪丽热巴饰演与阳光正直 忍辱负重多年的言拓 陈兴旭饰演 不打不相识 经历几次过命合作后 逐渐产生信任和好感 共同对抗的萧 守护爱与和平并终成眷属的故事 男主的饰演者陈兴旭的外形 和演技都不错 他和迪丽热巴的同矿照也很有CP感 两位都是五官精致的浓严戏美人 相信对手戏也格外精彩 陈兴旭之前在现代作品中的造型都是霸总风格的大背头 很少有像颜拓这样阳光又不失文艺的刘海造型 还是很让期待的 陈兴旭在同期演员中出名不算晚 他最早在东宫中凭借李承寅一脚出圈 虽然人设属于典型渣男 但因为颜值和演技双双再现 硬是吸了一波粉 后续在古偶星洛宁城堂中一人分是多角 每一个人设都很立体 反馈也不错 要知道萧启清攘 算是尾鱼笔下对于男主折磨比较多的一本书了 比起斯腾和吸出玉门的男主来都更立体 所以还是蛮期待陈兴旭对于这一角色的塑造呢 有人设和颜值的嘉诚说不定是人气不输李承寅的存在 萧启清攘中女二的饰演者张力虽然不是流量型演员 但她的演技一直都是有目共睹 无论在古装作品还是现代作品中的表现都很有看点 她在新剧中饰演的角色还是男主 颜拓的厚妈 明艳的气质和存在感十足红唇角色魅力瞬间拉满 哪怕在片场随拍照中 张力的状态也很不错 有不少网友觉得姐姐无论从外形还是状态来说 都变识度极高 也许会是比主角更加出彩的存在 但是作品还未拍完 一切都没有成定局 只能说播出再见分晓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